新手父母外出 遇到baby哭鬧 難免手忙腳亂 一手抱孩子 一手還得推手推車 加拿大一名 職業媽媽將這些困擾化為 創業的轉機 將汽車自駕技術 應用在手推車 研發出 可以自動前進的嬰兒車 喊格爾和另一半生下女兒的同一年 也創立了公司 生產這一款 自駕手推車Ella 當抱著小baby時 車子可以跟著前進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消費電子展上 喊格爾展示這台結合汽車自駕智慧 技術的手推車 它能偵測周圍環境的危險因素 及時發出警訊和停下車子 雙引擎的設計讓手推車在上坡時 可以產生推力 減輕父母的負擔 而下坡時也能增加阻力避免失速 不過為了保險起見 孩子在車子裡時 父母還是得握住把手 不能使用自動前進的功能 喊格爾說 控出雙手多抱抱孩子 是這台手推車誕生的目的 手推車還有搖搖床以及助眠音樂的功能 透過手機APP聯動 也能追蹤定位 讓家人知道手推車的精確位置 高科技的手推車要價不便宜 目前售價約合十萬台幣 這款寶寶監視器看起來很普通 但攝影機內建的人工智慧演算技術 除了可以測量baby的呼吸頻率 還能偵測寶寶的睡姿是否正確 從頭到腳的部位都能夠被精確的掃描 如果出現可能造成猝死的危險因子 監視器APP會立即傳送警訊 到照顧者的手機裡 寶寶智慧監控系統的人員表示 沒有一樣工具比得上親力親為的父母 但是在短暫的空白時間 這些智慧儀器能夠發揮臨門一角的功能 讓育兒經歷更加的完善美好 公視新聞章數分便宜